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折狐狸 像这样子的小狐狸看好了 第一步我们先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对折 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往下折 记得要把这个角对准这条线 如果小朋友们要是担心说自己折的时候 不够两边不够平衡的话 就不够对侧 你可以选择在往中间这样子再对折一下 对折完之后翻开 这样子你就可以沿着这条线往下折 这样就不怕自己折出来的 到时候两边不会对侧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要这样子往上折出狐狸的耳朵 看好了 不要往这中间 要往旁边一点 往旁边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的 要往旁边一点 不要折到中间这条线 好的 现在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接下来我们要给小狐狸加上他的眼睛和嘴巴 拿出你们的笔 黑色的也行哦 其他颜色的就根据你们自己的喜欢来定 然后先画一边眼睛和嘴巴 这样子 然后这边也是 然后再给小狐狸加一个嘴巴 然后再给小狐狸加一个嘴巴 然后给他涂成黑色的 要是嫌弃小狐狸的眼睛不够大的话 你还可以给他加出一点 压出一下 压出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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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